针对滥权监听案 警察总长黄世民自己坦诚 除了在公布关书案之前 就已经先跟马总统报告过了 争结之后又多次和马总统电话联系 由于北剑已经是着手侦办 到底黄世民有没有涉及泄密 所以可能会以证人身份 传唤马总统到案说明 而根据了解 北剑已经和总统府联系过了 总统府则是表示一切尊重司法调查 总统府门口前紧锣密鼓的为国庆做准备 但警察总长黄世民 因为涉及泄密关书案 给总统马英九 北剑已经左手侦办 不排除近日内会以证人身份 约谈总统马英九到案厘清 我们的立场就是尊重司法 那因为基于一些相关的法律的原则 我们其他的细节总统府不评论 总统府表示会尊重司法 台北地检署接获多起告发 检察长特别指定专办黑金专案的 主任检察官张戒清侦办 因为总长和总统 见面和通联次数越报越密集 先是8月31号 黄世民问完林秀涛就夜奔总统官邸报告 接着又自报 9月1号马英九找他了解官说始末 但9月6号特征组财政节 黄世民事后还和马英九热线 互动密切又涉及泄密 到底说了什么 难怪北剑要介入调查 北剑可能以证人身份约谈马总统 但总统本身有刑事豁免权 即便涉案成为被告 总统地位仍然不动如山 如果这个事情要真的有刑事追溯的必要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要等到切人的时候 据了解北剑已经联系总统府 就看马总统会不会为了平息外界质疑 出庭说明 有点TV陈婷宇 吴佩如台北报道